大家好,我是新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懒人蛋炒饭的做法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是先炒米饭还是先炒鸡蛋 今天告诉大家最正确的做法 鲜香好吃粒粒分明 首先准备一碗隔夜饭备用 去小菜园里面这把新鲜的嫩豆角 摘起干净以后切成小段 切好以后放在碗中备用 准备半根胡萝卜 先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以后也放在碗中备用 半个洋葱切成大宽条 然后切成小碎丁 收起来放在碗中备用 烧一锅开水 水开以后把胡萝卜放进去 加入豆角小丁 盖上盖子开大火开始煮 煮开一锅就可以了 捞出来放在碗中备用 碗中打上两颗鸭子生的笨鸡蛋 把蛋黄取出来 放在小碗里面 用筷子打散 把打好的蛋黄倒在米饭里面 用筷子搅拌均匀 是每一个米粒上都沾满蛋黄 锅子烧热以后 倒入82年食用油 把搅拌好的笔饭加进来 用铲子按压成小饼 再给它翻炒 这样可以快速炒散 炒成粒粒分明的状态 全程开大火来炒制就可以了 炒好以后把蛋清放进来 快速把蛋清炒散 炒到蛋清均匀地 裹在米饭上就可以了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先放在碗中备用 金黄的米饭粒粒分明 看着就非常地有食欲 锅中再次加油 油温烧着冒清烟以后 把洋葱放进来大火爆炒 炒香以后把胡萝卜豆角加进来 大火翻炒均匀 把米饭加进去 再次给它炒香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光闻上去 就已经特别地香了 看着就想偷偷地吃上一口 调味加入一勺生抽 蚝油 一点老抽 两克食盐 一克胡椒粉 再次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喜欢吃焦香一点的 还可以再多炒制一会儿 出锅放在碗中就可以开动了 蛋炒饭这样做真的是太香了 营养丰富色香味俱全 比饭店里面的都要好吃 如果你也喜欢就点赞关注收藏起来试试吧 无论是站着吃还是坐着吃都好吃 我是新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